OK, 看好中文字, 又要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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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h History 只有, 苗族 National Related Agency, 又要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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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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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 报, 撸蒙蒻蒻, 因为开头纳烧, 又要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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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下的一个言い, 又要做下的一个讨厌, 又要做下的, 你再找一隻小孩 還有錢 要抹藥在裡面 你一隻小孩 都沒有抹藥在裡面 我一隻小孩 那麼太快 要抹藥 沒有水 它沒有抹藥 你怕不怕抹藥包 你再說 去當前 前 要抹藥 你再說指掌 抹藥 用紙拿,用紙的 讓你不要緊繳,你們別說什麼話 自然的舌頭 我首先 你們在舌頭 在山东阳谷的一个村库旁 有一座高大神秘的古墓 关于墓主人是谁 没有人能说清楚 更离奇的是 周围的村民说 每年十月 这座古墓都会冒出 缭绕的白气 一个角白一个枫树 那道设计的树 要给老人赏费 同时他们在哪一带 整个地方要收支 因为他也整个地方 是比较有灵性 墓主人的身份 古往今来 人们一直更说风云 有人说 埋着唐代一位美丽的公主 也有人说 她跟千里之外的苗族 有着深厚的渊染 这其中 我们有个卡古的古墓人 我们有个卡古的古墓人 要一有正常的 一有正常 这一天清晨 贵州寨陀村的村民们 带着祭品来到了吃油庙 在这里 他们又举行一场古老而神秘的仪式 祭祀苗族的祖先吃油 明天的时候 我们在那时候吃油庙都有的 我们公文里面讲的 有的时候吃油是我们的祖先 所以我们从把我们这里 拿那个吃油庙 就是从这里得出来的 从那时候去 到现在 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 雷山县朗德上寨的村民们 也穿上了艳丽的盛装 他们要用虔诚的歌舞 来传达自己对于先祖的怀念 而苗族所有的祭祖仪式 都是面朝东方举行 因为他们认为 苗族的先祖吃油 最早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 一些人认为 阳谷县那座神秘古墓里 埋葬的正是苗族的先祖吃油 这让我们大为不解 苗族的先祖 为什么会埋葬遥远的阳谷 这其中又会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阳谷地处山东省西部 地势平台 他最因武松打火的故事 名扬中国 然而在历史学家眼中 另一个和这里相关的人物 却令他们更感兴趣 他就是吃油 五千多年前 在中国的中国平野 生活着三个较大的部落 一个是吃油部落 一个是黄帝部落 一个是野地部落 这三大部落 为了争夺中越这块肥沃的土地 先后发生了三场大的战争 在传说中 吃油与皇帝 炎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他麾下有八十一个 骁勇善战的兄弟 是九离部落联盟的首领 那么苗族又怎么会认为 吃油是自己的先祖呢 第三场战争 就是诸鲁大战 诸鲁大战是野地 皇帝 阳哥 部落野活起来 对付 九离 石油部落的一场战争 这一场战争 决定了 谁是中原的主人 战争的结果是 石油版 比上皇帝 炎帝 石油部 不愿意投降那一部 一部分 就像两方插腿 退到长江游入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然后又组络 形成了三苗集团 后来三苗又几经迁徙 最终演变为现在的苗族 分别居住在贵州 云南 以及湖南等地 但不管生活在哪里 他们一直尊重石油 为自己的祖先 相传 为了防止石油死后复活 皇帝将它进行了肢解 将身体的不同部分 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 黄澜中墓记 这样记载 石油种 在东平郡 寿张县 看乡城中 高七丈 民长十月四只 东平郡 寿张县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阳谷 那么阳谷那座高大的古墓 是否是否真的买有 是否真的买有支油的手机呢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走访了旁边的村子 在一户老人家里 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位叫做吕黛玲的老人 很善于做各种针线活 这些虎头鞋就是他经手缝制的 但是老人缝制的虎头鞋跟其他地方的有一处不同 就是老虎的头上竟然长着牛角 那只 各部了 你又要资油 所以资油 这些人都在哪 这些人都在哪 就是他头上的牛角 所以很多地方的 自由形象 处要 发到 与其他人 你告诉我谁 但是你不认识 谁我 你必须认识 谁我 你必须认识 对于贵州 凯里市的 西江 也是前东南规模最大的苗祖村寨 有千户苗寨之城 这里的苗祖女性都很喜欢银饰 特别是节日的装扮 更是荧光闪闪 其中头上最显眼的 就是养着牛角状的装饰 挺好看 越大就越好看 越大越好看 我们西江就以那个牛角最大为美 就是越大越美 越大越美 而三岁县的苗祖则喜欢用手帕包头作为装饰 上面有两个小小的脚 这是那个穿的那个铺链 你看好看 好看了 猛人们都要站为猛人 但是你站为你妈 那是为什么你不站在那里 而且他不怕记得这苗祖 那是为什么 你叫自己哪 这 可几乎可几乎可几乎得更哪 我们讲什么苗祖 发生的苗祖 而且他好像是像牛角一样 有点像牛角一样 就是像牛角形有多重 那么 那么 阳谷虎头鞋上出现的牛角 是否意味着这里曾经是只有部落的 所以 你必须知道 谁我身上 因神龙式观太阳,不无苦而得命。 而只有活动时期, 只有活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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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时期的阳谷又是什么样子呢? 就搞到包, 各自就撞上, 进了一系列的传承, 进南岡附近, 他们发现了一段潜藏在地下的长墙。 这是航搭起来的, 搭起来的, 你看, 滑滑, 特别硬, 特别硬。 您所说的说, 分红的这个地方, 就是当年的城墙吗? 对, 都是城墙的, 这个一块, 它这个航搭的, 航搭的技术比较高, 这是一块, 这个是一块, 这又是一块, 它打约这一块呢, 高, 就是在一米左右, 这个宽度呢, 大约这一块, 所以它一块, 就像我们现在, 去小银, 是当时的夯土。 这片看起来平常无奇的土墙, 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 由此推测, 当时在这里, 很有可能, 有规模宏大的城池。 根据进一步勘探, 这座城址约为38万平方米 是黄河下游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 也是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城 龙山文化是距今4500年至4000年间 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种特有的文化遗存 在这里呢 这个城墙包含的特别高 就是说这个山路里的这个龙山时期的城墙 像包含一两米的不多 这个城墙呢 包含着五六米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从这个地标到那个泡面 那个那个那个地标面 从河里 大约就在两米半三米那哈 所以我们有坦汤又打了一下 坦空打了一下 想整个行图打了一根深 两米多深 还不倒地 这加起来就十五米深 十五米高了这个城墙 其中 渐长时间跟传说中吃油的活动时间非常接近 那么 苗族仙面们是否曾经在阳谷生活呢 在苗族的不同语言之间里 在苗族仙面们是否曾经在大河迁徙的历史 其中写道 从前六支族居住在东方 挨近海边边 天水浸相连 而在苗族的服饰上也记录了与此相似的历史 在苗族仙面们是否曾经在大河迁徙的历史 在苗族的历史当中迁徙经过昏水河 就是黄河 清水河的山江 那么西部苗族它这个还有乌江 乌江 从这个西部过来也就是乌江 那么山台江 也就是从北到南的一个迁徙的历史 是吧 它用服饰来记载了苗族自己的迁徙史 而在苗族女性的吟试上 甚至有着先祖骑着马从北方一路迁徙的形象 尽管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迁徙 他们最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只有带领先民们 当年在黄河流域生活的情形 却始终留存在苗族的记忆深处 考古人员在阳谷的工作仍然在继续 他们发现这座龙山文化城里 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区 它的这个祭祀是比较轻薄的 它的祭祀主要分析在这个伊治的东北郊 伊治的东北部 东北部这有个小稿台 稿台底要大 这个大台上居住着一些很多人 你比如说 补助寿梁 以及他收下的一些人 多种人居住在这个 转场梦 转场梦 这都许几两只了 你们那都许几两只了 没有人只有梦 没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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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历史 直到你的眼睛 为什么你还来 你不知道你的色彩 没有梦 叫苗族是黑 没有典型的黑套 有生活用具 也有理系 这都是当事那个坑里处理 这是江港的这个医治里面处理 江港这个医治处理 你看 没有这样啊 就是医院 灯灯这些东西 还内 都是垂涎 垂涎 垂涎就是做反用的 大量垂涎出现 说明当时这座城里 居住着相当规模的人口 而在那个时间 只有及其部落的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河北 河南 山东 以及山西等中原地区 专家根据这座城池 以及其中出土的器物推测 阳谷很有可能就是 支柳部落 以及苗族先民的活动中心 而在祭祀区 考古人员 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在辽城市的博物馆 复原了祭祀区当时的场景 这个牛骨甲 最主要还是牛骨甲 牛骨甲 它用牛来做鸡齿 这个复原创景 九十岸的原来的 那个鸡齿坑的那个尺寸 在复原了 这个包括这个牛的形状 也大体是那个形状 它是腹窩式的 腹窩 就是不是整爬 它是车身的爬 特别坚弱的一种 它分离好多灰图城 每一层都夹杂着 桃果和眼 意思就是祈求丰盛 可以看出 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 对牛极为崇拜 这语传说中 只有部落将牛作为自己的图腾 似乎 那只个宝儿 海内蒙 转强梦 那只来要梦 直到最快转强梯了 都城很可能就在阳谷 泥绍是阳谷的一种特色工艺品 因为这座简单 价格便宜 而为大众喜爱 而它的由来 很可能和那个神秘的史前时代 有着某种关联 小姐的此外 大的叫郭忠 黄河科的这个脚印 因为那个脚印 因为它还有年性 有年性 成功以后 做好以后 都干了 干了以后 就开始烧着 还要烧一下 不烧以后 都不介绍 烧一下就好了 烧一下就成桃子了 桃子了 也叫桃草 桃草 也叫桃草 也叫桃草 嗯 嗯 嗯 仔细看 这些泥哨上 都有一些发音孔 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还内吗 大小不一样 有小点 有高 有高音 中间有高音 低音 中音 据说在过去 每当大雨过后 阳谷一些农田周围 就会发现 类似这样的器物 我们这个阳谷县呢 它又是东义之毒 也就是说 也就是持有的 它的这个 根据的 持有部落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 这个持有东义部落的人 为了几年持有 你这个 你用吹的 用水的这个形式 那就是说 几年持有 Go ahead answer back to your question Why you show me who I am and you don't accept who I am You have to know that why you lie yourself back to yourself If you don't lie back yourself to yourself then you know I say right until you fail Nazi 江苗主持人 江苗主持人 吉祖上 我会订队 我会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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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订阅